還有你看 多乾身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蒜頭炒鹽菜 這些叫鹽菜 紅色的叫紅鹽 有些沒有紅色的就叫白鹽 你看很多泥要洗得很乾淨 我今天炒三閘 一二三 我們買的就比較實際一點 四分折的 要洗得很乾淨 所以要逐折逐折洗 現在稍後洗給大家看 首先買回來 有很多泥 很髒的 頭有這些筋 不吃了就算了 這樣就在切那裏 不要切太多 裡面還有切深一點 放多一點給它 因為你們處理都要移除 切下去 大家看到了 沒有頭髒的 很簡單 放下去 先浸一浸 這些菜要浸 浸幾分鐘 浸幾分鐘 浸泥 浸泥色 浸泥色多誇張 浸泥 浸泥 這些不要了 有些人如果切得不好 在這些 剛剛的邊緣一切 這些其實是菜 但是它還有很多這些酥 那你又要重新做過一個功夫 那你又要重新做過一個功夫 就煩了 那現在這裏浸一浸 出來 放下去 再沖水 沖一次至兩次 沖乾淨 才開始炒 待會再跟大家說 好了 現在處理蒜頭了 蒜頭就是這樣一粒回來 現在炒完菜多一點 切了頭之後 細細細 這樣就可以了 慢慢一移 就整個衣拿出來 整粒完整 這個炒完菜 洗乾淨去 炒完菜 一粒粒就可以了 不用切片 不用剁碎 不用煩 那我因為整個三宅菜 我現在選八粒 多一點都不要緊 好 這裏 第一宅菜浸了幾分鐘之後 要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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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著水 一邊養一邊沖 放過來 又是一邊養一邊沖 這裏是一閘的 因為其實炒一閘都可以 不過一閘就不是太多 炒起了 就很少 那你們看看有多少人吃 如果你們兩個人吃少少菜 都一閘都夠 好 養了之後 你看看水 好像泥水 泥水又如何 好了 倒了 要撿一撿 有些筋 洗不乾淨 這樣就撿一撿 好 其實不是很複雜 好吃的 就放回來 洗菜也是這樣 例如菜心也是浸一會兒 再養 洗兩次 這個也是一樣 不過剛才浸的過程中 你便要洗乾淨一點 養 功夫 很多泥 通常菜飯 賣菜都要洗一洗 但有些便宜的 就不洗 有些泥在這裡 其實這些更好的 更新鮮 肯定不是隔夜的 好 放過來 一樣 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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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看看 水開始清 其實也可以 不過 吃到自己口 多做一段 不要緊 我也是三沾 三沾便做九段 這是第三段水 除非我有大浴缸洗 否則也不會洗得那麼乾淨 可以了 這沾應該很清 炒出來不是很多 這沾洗完了 好 你看看水 乾淨了 我還有兩沾要處理 一會兒我處理完 讓它晾乾一點 再炒 先炒 炒現菜 下油下去 滾鑊 熱油 下多少少油不下 因為它很多 今天我三沾 這裏分分鐘都三個半 好誇張 大火可以了 然後怎樣 首先 煎一煎蒜頭 很簡單 爆爆蒜頭 有食材底 接著就放芫菜 芫菜 芫菜很多 要晾乾水 晾乾炒出來 就不會濕 慢慢放進去 這個鍋也不是很大 不過夠炒 要放進去 這裏是窄半 那怎樣 那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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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進去 好誇張 這隻鍋也弄不住 OK的 因為炒菜心的原理 要焗的 好 你們不用炒太多了 炒一盞至兩盞 就可以了 一盞都夠 如果你們兩個人 如果你們四個人 就炒兩盞 因為我們吃菜是很恐怖的 然後 蓋上 蓋上 然後 收回小火 又是一樣 原理 先焗軟 收細 好 稍後再和大家說 好 現在這裏焗了 3分多鐘 現在開始了 火是小的 把火弄回大火 一樣 不過 它要煮久一點 它要煮久一點 剛才你不是見到 三盞 炒了有多多 大家可以看到 還有你看 多乾身 通常不會炒的 是很濕的 很乾身的 你看到 現在可以了 很正的 一上碟 所以這裏整個3斤 這些燕菜 就 我們因為 很喜歡吃菜 要那麼多 我告訴大家 它說是很補血的 那你上網看看 是不是 這裏再和大家說 大家好了 炒現菜 蒜頭炒現菜 出來了 嘩 好正 好乾身 那油份 這些蒜頭是一粒粒的 可以吃的 那就不用片的 一粒粒蒜頭很香 喜歡吃 希望大家 喜歡啦 翌日再和大家分享 今天很好菜 有蒸蛋 蒸排骨 還有魚 還有羊架 還未出得切 待會 翌日再和大家分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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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